金圈小公主的白月光出国了 他看上我哥 威胁哥哥做替身 哥哥不答应 他就设计毁掉哥哥的事业 逼走我未来嫂嫂 甚至拿我们全家人的命做要挟 哥哥忍辱待在他身边的第三年 他的白月光回国了 有权有势 为夺回挚爱 不惜将我们一家 害死在无人知晓的地下室 再次睁眼 我回到了他还没有遇到哥哥那天 果断剪掉长发 穿上男人的衣服 主动接近他 将他玩弄于股掌间 后来 所有人都说这位金圈小公主疯了 为了一个女人要死要活的 一个吊锒铛的富二代 醉熏熏的过来 你小子运气好 秦小姐看上你了 让你提出任何要求 我没喝酒 只是将酒杯微微晃动着 抱歉 我不喜欢他 富二代将酒破我脸上 你小子不是好歹 知道他是谁吗 能有你拒绝的事 我被人按在地上 光影重叠中 正中间沙发上的女人 冲我歪着头笑 一脸清纯无辜 我当然知道他是谁 今天来这里 演的这场戏 皆是为了他 金圈小公主秦明于 出身于豪门 家族里唯一的女儿 被宠上了天 京城没人敢惹 上前奉承得多 所有人都知道 他有一个白月光 是从小定了娃娃亲的 江家少爷江成月 但是这位未婚夫 心里压根没他 这不 今天不辞而别 去了国外 归期不定 小公主生气了 一怒之下来了这里 扬言要包养一个男人 前世 他来这里的路上 遇到了从图书馆的哥哥 对他一见倾心 更重要的是 哥哥长得像江成月 他便缠上了哥哥 在明知道 哥哥有女朋友的情况下 依旧不管不顾 不仅毁掉了 哥哥辛辛苦苦经营的事业 还用下流手段 逼走了他女朋友 最后 拿着我们全家人威胁 你要是不答应 接下来遭遇的就是你妹妹了 你难道想让别人骂 他是专门 勾引男人的见女人吗 就这样 哥哥忍辱跟在他身边三年 一直在等他玩腻那天 果然 江成月回国后 情侶欲目光瞬间被吸引走了 但是他将哥哥 当做对未婚夫冷漠的抱负 故意在江成月面前 跟哥哥亲热 害得哥哥被记恨上 我们全家被他们所谓的爱情献祭 无人生还 他们的新婚之夜 是我们的尸骨未寒 再次睁眼 我回到了秦明渝 还没有遇到哥哥的这一天 果断剪去多年长发 穿起了男人的衣服 主动接近秦明渝 这一次 我要玩死他们 秦明渝手上加着烟 吸了口 往我脸上涂 你不喜欢我 我长得这么好看 你不喜欢我 那喜欢的是谁呀 女人明艳的脸上 冷意一点一点袭来 你喜欢谁 我就让谁消失 我被打得挺狠的 脸黯然无恙 肋骨断了两根 不过幸好这身体是练过 这点伤还能坚持住 秦小姐 我对你们豪闷之间的事情 不感兴趣 我只想好好活着 放过我 行吗 她不依不饶 笑得开怀 求我呀 求你 她那些朋友笑了 笑我没骨气 秦明渝也露出嫌弃的眼神 你还是不是男人 算我看错眼了 居然是软骨头一个 她已经不想再多看我一眼 让人把我扔出去 把我绑来的是她 不要我的也是她 不愧是金圈小公主 做事我行我素 我自然没往家的方向走 早在意识到重生的时候 找了借口 让哥哥带着女朋友去国外 父母也被我直到乡下养老 现在就让我一个人来 好好算计算计了 哥哥长得像江承越 而我和哥哥是龙凤胎 长相也是妇客的 所以我的身上 也有江承越的影子 秦明渝好不容易 遇到一个跟白月光相似的人 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她派人跟着我 我在一个破烂的居民楼 租了间房子 一进门就喊了声母亲 然后关上门 透过猫眼 看到身后鬼鬼祟祟的 两人对视一眼 敲响了对面邻居的门 打听起我的事情 新邻居也是我安排的人 按照原先的台词 生情并茂地开始表演起来 陈树这孩子是个可怜人 爸爸酗酒死了 妈妈在床上病了很多年 前不久才去世 这几天老是半夜听到她在哭 一个无父无母 身是惨淡的少年 长相还酷似白月光 这不就跟小说里的 抑郁男主一样吗 秦明宇总是喜欢将自己 比喻成小说世界的女主 她想要里面那样 轰轰烈烈的爱情线 想要刻骨铭心的各种奇遇 这也得亏钱是 她痴迷于这点 总是花钱 让人以自己为原型 已经成中 她看得上眼的 富家子地为男角色 写出不少花痴小说 所以我将自己塑造成 需要一个女主救赎的 忧郁趣爱的少年 我学过表演 演一个男性不难 鱼儿下了 就等鱼儿上钩了 鱼儿来的那天 我正被一个客人为难 是我专门挑选的 NPC 秦氏旗下的一个小总监 姓王 面上和蔼 但是好男色 尤其是我这种 细皮嫩肉的少年 眼前这个色密尼的男人 正将油腻的手伸向我的脸 乖乖 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很漂亮啊 我无动于衷 冷静极了 一个烟灰缸 不知道从哪里飞过来 砸向他头 死老头 有没有人说过 你长得让人倒胃口啊 秦鸣鱼高高在上地出现 边擦着手 边踩着高跟鞋过来 随着王总监的惨叫升起 秦鸣鱼勾起我下巴 仰头 笑容灿烂 你看 我有钱有事 跟我在一起不好吗 我正为后退 秦小姐 请你自重 女人鼓起脸 插腰 陈述 我这几天都打听清楚了 你是一个孤儿 一无所有 穷到尚不起学 你在懊什么 你到底想要什么 想要你这条命啊 蠢货 我面色不改 这不关你的事 秦鸣鱼生气了 语气不善 你信不信 我让你在这京城混不下去 我当然信了 可是要是害怕了戏 还怎么演 秦小姐 你休想用钱侮辱我 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我抬手用指尖 扶了下她头发 确保眼中有戏 轻笑 我对你不感兴趣 知道吗 秦鸣鱼被这聊拨弄在原地 等回过神来时 恼羞成怒 追着我往后门走 陈述 我走得很快 她就在十米远的距离 大喊着我名字 紧追不舍 这片区域不算安全 有不少街头混混 特别是这个时候 看到大晚上孤零零的美女 免不了上前搭讪 我消失在巷子阴影深处 秦鸣鱼不敢跟了 瞅瞅着不知道往哪里走 然后被一群人堵住 小妹妹跟哥哥们喝一杯吧 长这么漂亮 来这种地方 是图刺激吗 秦鸣鱼大骂他们滚 场面顿时陷入混乱 我点了支烟 吞云吐雾的看着戏 其实大可以直接将秦鸣鱼毁了 但是害死我们全家的 不止他一个 还是得从长级 我将烟头碾灭 起身时随手捡起一块板砖 助手 围手的黄毛 吃了我一个板砖 捂着脑袋嚎叫 这群人都不是吃素的 瞬间将我围堵 打斗的时间有些长 还下起了雨 最后一个人 被我踢在污水里求饶 我用手背擦下嘴角的血 滚 别让我再看见你们 那些人吓得屁滚尿流 秦鸣鱼蹲在墙角 可怜兮兮地抱着膝带 柔弱地抬头看我 陈树 我脚痛 我无动于衷 甚至想转身离开 他沉下脸 你要是不管我 我就报警说 你对我图摸不轨 你知道的 我有的是手段 让你在里面做几年 我扔掉棍子 手往身上擦了擦 在他面前蹲下 上来 他笑了下 扑在我背上 好像经历这次危机后 他开始对我产生了依赖 不知不觉中 连平时的高傲都不见了 你刚才不怕死 也要救我 承认吧陈树 你肯定喜欢我 陈树 我决定了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诞生偏过头 随便你 我像一个备注胡子的人赚了钱 刚才打伤了你 多给了点医药费 记得去医院 胡子是我认识的 另一个道上的朋友 黑户 不怕被查到 没事没事 你就是拿金砖砸尾没事 怎么样 今天跟的演技不差吧 我回了谢谢 关掉了手机 鱼儿上钩了 不急着掉 先喂足 喂到他离不开我 心里的地位要高于江成月 才能一网打尽 关于堂堂金圈小公主 喜欢上我一个穷小子的事情 在他们那个圈子传遍了 天天不乏有人借口 来寻看我是什么样的人 大多数都是凑个热闹的 偶尔有几个叫真的 当场为难我 秦明渝居然看得上你这样的人 没钱没事 身高也一般 唯一出挑的脸 也感觉娘里娘气的 他看上你什么了 你小子是给他下骨了吗 他是你高攀不起的人 识相点就离开 要是被我们知道 你欺骗了他的感情 你就死定了 我眼神闪烁了一下 看到这群人 后面正走过来 脸色不好看的秦明渝 然后拖着酒杯的 托盘手滑式的落地上 顺着其中一人 推散的力度 跌到地上 滚开 秦明渝被我这声怒吼 吓得顿足 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我挑选了一个 极其不顺眼的 上前就揍 往死里揍 都是讲交情的兄弟 见我打了他们的人 一窝疯上来 我被按在地上 被踢 被踩 最后有人气急了 拎起一瓶酒 往我脑子上砸 瞬间 血跟着碎玻璃渣子 张开在地面上 那一刻 我脑子瞬间跟断线一样 没任何反应 助手 秦明渝让保镖将人拉开 她是从小被捧在手心的 身边人都护着 第一次看到 这种惨烈的情形 急步走到我面前 却停在一米的距离 不知所措 陈述 陈述你怎么样了 我虚弱地摇着头说没事 然后摇摇晃晃地 自己站起来 女人指着我不敢靠近 你流了好多血 我低头看了眼 雪白的短袖 都快被染成红色了 完够了吗 秦小姐 秦明渝脸色一僵 你觉得这些都是 我故意找来的人 我冷笑 不是吗 反正你又不是没做过 上次不就是 女人脸上悲愤交加 冲上来扬起手 被我捉住 然后我捏着她的手腕 用力把她推向旁边的玻璃墙上 以壁咚的姿势将她圈住 她挣扎 你放开我 我的额头一直在流血 落到睫毛上 顺着眼尾滑落 从玻璃上的倒影看 过分地摇曳 我抬起女人的下巴 语气漫不经心 又带着挑逗的温柔 秦明渝 她消声了 安安静静的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叫她名字 女人的脸慢慢发红 眼神闪烁 近距离还能听见心跳声 同是女人 我当然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在心动 你听到他们说的吗 女人愣愣地问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 给不了你想要的 你要说我可以给感情 可是感情是最廉价 最容易变心的 你能坚持多久 我能坚持多久 我发过誓的 此生只能谈一段感情 那是必须走向婚姻的 你能做得到吗 秦明渝还没有说话 反而是刚才打架的那群人 放肆嘲讽 我说你这小子 在想天开什么 我们秦姐只是把你当玩物 你还想着跟我秦姐谈恋爱 结婚 痴心妄想 我没理 只是看着秦明渝淡笑道 我想啊 女人拧了下眉 眼瞳放大一瞬 那晚秦明渝借故先走了 可是从背影看 是落荒而逃的 此后我清静了几天 你说说你 这回国没多久 整个人大便养 搞得一身伤 她会上当吗 姜渝威是我闺蜜 她是医生 重生的事情只有她知道 这几日换药也是她来的 她将护士打发走后 边给我额头上药 边问我后边计划 秦明渝这帮人啊 就是要收拾一下才行 要不是我家 跟她家有不少合作 我也要去给她下下半子 我也只有在她面前 才能找到以前的舒适感 快了 她会的 秦明渝的一举一动 都在我的计划中 你给我找个好看的女孩子 演技可以的 姜渝威白手 哪里费这个心 老娘陪你演戏 我拧着眉头 不太行 万一她对你下手怎么办 笑话 我姜家可不比她秦家差 也是 姜家只是主力在国外 只是在荆州 才说不上什么话 再加上低调 但是对比实力来 还是胜一丑的 可我还是不放心 秦明渝的心狠手辣 前世就领教过 姜渝威不好意思地挠着头 怕什么 大不了我那未婚夫给我顶着 她自己发话了 只要不是绿她 什么事都能替我揽下 我明了 姜渝威的未婚夫 一间窄小的房间 我正吃着餐饭 姜渝威 你怎么在这里 姜渝威挺身而出 得意又嚣张 她是我男朋友 我来给她送饭 怎么不能在这里 秦明渝脸色大变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眼神在控诉我是一个大渣男 我跟她只是朋友而已 我淡定地喝着汤 姜渝威泄气不满道 什么嘛 谁让你一直不答应人家 害得人家从国外追回来 不管怎么说 听到没成 秦明渝松了口气 陈述 我是来给你道歉的 稀奇呀 能逼得这位 肯丢掉骨气来给我道歉 我装作无意 打我的又不是你 你道歉什么 她斟酌了话语 缓缓道 他们是我朋友 这样对你也是为我好 我来道歉是应该的 我在心里冷笑 秦小姐 你不用给我道歉 你要是离我远点 我就能少遭罪了 姜渝威抱着手 依靠墙边 喜欢一个人的样子 要是让她受这些苦 我要是你 早就自亏不完 要么远离那些 让你为难的朋友 要么放弃这段感情 秦明渝抿了抿唇 第一次一言不发地走了 姜渝威转身贪手问我 她会这样做吗 我笑了下 再加个火候就够了 再次看到她的时候 是在医院 她是跟踪我来的 姜渝威靠我靠得近 正在给我上药 可是在秦明渝那个角度来看 我俩像是在接吻 女人气得一脚踢开门 喊着我的名字 你们在干什么 然而等她看清屋内情况后 愣住了 因为另外一边 在她看不到的角落 站着几个实习生 姜渝威双手插兜 秦小姐 这里是医院 不是你的娱乐会所 不要大声喧哗 秦明渝难看得脸红了 求助似的看向我 陈述 我只是太担心你 就来看看你 我没说什么 跟姜渝威道别 将人带走 她跟在我后面解释 我不是跟踪你 是怕你不想看到我 但是又担心你伤事 我只好偷偷来了 你不会生气了吧 在一处安静无人的角落 我停下脚步 转身 我不是生气 我只是觉得 既然我们都没有可能 你现在为什么还来找我 你的朋友看不上我 都说我只是你找来 消遣的玩物 可是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秦小姐能放过我吗 不能 她向我迈了一步 强势又傲娇 还有 我喜欢你叫我名字 以后不许叫我秦小姐 要叫我秦明渝 我装作不解 皱眉 以后 对 她扑进我怀里 搂得紧紧的 我决定了 我要你做我男朋友 是名义上的那种 不是掺杂其他不干净的 只是男朋友 我眼神冰凉 仍幽她抱着我 可是你朋友 她们指手画脚 我满意的一笑 施舍地摸着她的头 傻姑娘 做得很好 我和秦明渝在一起了 牵着手碰到她那些朋友时 那些人喊着秦姐 秦明渝趾高气扬地过去 没音 可这只是做给我看的罢了 我不止一次撞见 私底下的他们 玩着玩着 身体贴在一起 秦姐 你是玩玩 还是当真了 笑话 一个穷小子而已 秦姐怎么可能当真 只不过是因为江少爷出国了 无聊罢了 秦明渝表面是个高贵精致的公主做派 私底下却是烟酒都来 她坐在最中间位置上吞云吐雾 听到有人提起江承岳 脸色冷下来 如果不是因为她 我怎么可能会这样做 身边人连忙哄着 是是是 跟江少爷比 那个陈叔算什么东西 等江少爷一回来 秦姐直接狠心甩开她 到时候那小子不得跪着求你 秦明渝眯起眼睛 似乎想象到了这一幕笑容玩味 我不动声色地勾唇 那就尽请期待吧 我生日那天 她花费不少钱 甚至还用媒体声势浩荡的报道 当然 可是我面上仍是演出一副 惊喜的样子 夜晚 我摸着她醉梦的脸 笑容冷漠 语气却温柔至极 我好像爱上你了 怎么办 她不清醒地往我怀里钻 半睡半醒地说 那就永远都别离开我 好吗 当然不好 不离开 难道要当你们的感情炮灰吗 前是我哥哥 就是被她设计 故意引得江承岳吃醋 然后被男人狠狠报复 死状凄惨 可能是我身上 弥漫着寒凉的杀气 怀里的秦明渝喊着冷 我闭了闭眼 迫使自己冷静 然后将女人以公主抱的姿势 一步一步往卧室走 江承岳回国了 一整天 秦明渝都心不在焉的 我给她嘴边喂车梨子 不吃吗 她咽了口 立马吐出来 好酸 你在哪里买的 我无措的地下头 是在超市 他们说女孩子都喜欢吃这个 还说这是最贵的 你肯定喜欢 秦明渝注视着我 我不喜欢 我从来不吃这种来历不明的水果 我只吃国外秦家庄园 培养种植的 明白吗 我说下次不会了 她起身 拿上包 我今天晚上有事 先走了 平时千方百计 都想留宿在这里的人 早已迫不及待地离开 看来 江承岳在她心里的地位不一般了 我没急 安安心心地等待 最后一条大鱼入网 很快 有人给我发了一张 精心打扮的秦明渝 在酒店房间门口 和江承岳稳得男手难分 边稳边进了房间 我吃着刚洗好的车篱子 点评 狗男女 真般配 又让人着手 查了江承岳在国外的情况 精彩地跟秦鲤友的一拼 我笑着给远在国外的哥哥 打了电话 男人的声音轻而缓 叔叔 一想到前世哥哥 被江承岳下暗手 死得悄无声息 我对这些人的恨意只增不紧 但是幸好 上天给我一次挽救了机会 哥 你的公司最近甚至想 扩展房地产这块 哥哥是从毕业后就自力更生 没靠家里白手起家 做起了一家公司 规模虽然比不上江家 但是名声极好 假以时日 早晚会更上一层楼的 我凭着前世的记忆 告诉他江家会拍下的几个地方 在未来 江家会实际将地皮价格抬高 是一场不见喜的战场 让他们节足先登 原本 按照前世的诡计 江承岳还没有回国 他会担任起江家的重担 手段又很有快 早已将这地皮视为囊中之物 但是现在他提前回国了 还得窥齐明渝啊 齐明渝不再缠着我了 谁都知道 他现在心在哪里 还是原先那几个人 特意来找我看笑话 我就说了 江承岳一回来 你陈叔他妈算什么东西 我将一个酒瓶砸上去 我算你爷爷 孙子 看招 我特意看过 这个辖区没有监控 除了一个拐角处 于是前期的时候 我把几个都揍惨了 哪疼专门打哪 后面 我一个假摔 摔到了监控室脚下 装作被打得快断气的样子 也不还手 几人嘚瑟了 揍得更起劲 你小子刚才不是挺狠的吗 起来啊 装什么装 老子牙都给你打掉了 靠 刚说完 警车赶到 让他们住手 然后 他们被粗暴的靠上手铐 拽走了 至于我 在查看我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 也被温柔地带去询问了 是一个老人抱的警 他没戴老花眼镜 晦生晦色的 讲述自己看到的一切 警察问他 我有没有还手 老人盯着我的脸 果断摇头 没呢 这小伙子还挨了这些人一个酒瓶 好惨 头破血流 一直被打到你们来 被打得最惨的那个 边哭边喊冤枉 明明是他先打我们的 我刚相欠的金牙呀 被他一下子干到 不知道哪里去了 监控还在调侃 警察也不确信 再一次询问老人 你确定是他们先打这个少年 被打到地上 老人坚定不移地点头 我差点没乐出声 天助我也呀 最后 看完监控回来的警察 一脸沉色 那些人还在喊冤 以为自己要洗脱嫌疑了 却不想 警察和气地将我送去医院 并承诺会给一个交代的 然后 转脸给那些人放话 监控下看得清清楚楚 你们把人往死里打 退一万步讲 你们不去找查 人家能打你们吗 你们还这么多人 他傻吗 还招惹你们 给我好好反省 处理完派出所的事 我给秦明宇打电话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他在睡觉 有什么话跟我说就好了 语气中带着低俗的挑衅 俩人又撕混到一起了 呃心 我面无表情 我想说的是 上次他嫌弃的那个味道不好闻 我换了个牌子 还是罗文的 要不要过来试试 江承越愣了三秒 啪的一声 手机似乎被他气得扔窗外了 我安心地挂断 骗人的 我又没有那个功能 有也不会跟秦明宇上床 对我这样一刺激 江承越果然坐不住了 他约见我的那天 为了下马威 特意安排在一个赛车俱乐部 男人居高临下坐在休息台上 眼神示意一下 那些人疯狂地踩着油门 试图用引擎的咆哮声震慑 可是在我看来 都是小孩子玩的把戏罢了 陈述是吧 我是江承越 我咀嚼着泡泡糖 双手插兜 扬了扬下巴 这无理的姿态 着实让他气得冷哼一声 你挺傲的 我自己找了个位置坐 笑容轻慢 你来找我是为了秦明宇 他脸部紧绷 你有什么资格叫他名字 我指引他的目光 凭我是他男朋友 是他当了不少人的面 追着我 要当我女朋友 凭他对我的喜欢 比你多 江少爷 你已经是过去世了 江承越的脸 沉得跟锅底似的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秦明宇在国内的一举一动 他怎么可能不清楚 可能是这种男人天生的高傲 自负 让他觉得 秦明宇只是无聊受逗弄的猫狗 压根不把我放在心上 可是我知道 在这几日的重逢相处中 他明白秦明宇对我不一样 不然怎么可能来找我过招 江承越气笑了 他说不信 然后 他当着我的面 给秦明宇打电话 我要你当面选择一次 喜欢我 还是喜欢陈述 一个不过是长得 跟我几分相似的冒牌货 有什么底气 在这里跟我要舞扬威的 他以为自己胜券在握 却没注意到 电话那头 女人的情绪跟平时不太一样 我玩味的挑眉 接下来算重头戏了 秦明宇来得很快 轻车熟路地绕到江承越面前 他得意洋洋地说 明宇 只要你现在把他甩了 我立马去你家提结婚的事情 可是下一秒 所有人都看到 秦明宇往他脸上甩了一巴掌 江承越 你对得起我吗 接着 女人甩出一大照片 照片上是江承越 养在国外的几个小情人 什么场合的都有 这是在我来之前 匿名寄给秦明宇的 不枉费我花大价钱 从他对家手里买来 秦明宇撒完气 来到我面前 可怜兮兮地说 陈述 你带我走好不好 我笑了下 递出手 好 江承越在他身后放话 秦明宇 你要是真跟他走了 你会后悔的 秦明宇脚不顿住 咬牙道 那也比你骗我好 以前 我总是追着你的身后走 你对我欲情故纵 我永远都看不透你 你坚持要去国外的时候 我就在想 你到底有没有在意我 只有在遇见陈述后 我才知道 原来一个男人喜欢你 是生怕你过得不好 生怕给得不够 他是穷 可是他也愿意用半个月工资 买一份天价车梨子 哄我开心 江承越 我不想追着你爱了 我想被爱 江承越嘲讽 头怀送抱的是你 伤心放弃的也是你 我在国外做那些事情是不对 可是你秦明宇不也是养着男人 就现在 当着我的面牵的手 你又把我当什么了 我悠然当着背景板看戏 反正评价就是 大哥不说二哥 俩人都差不多 女人抿了抿唇 一言不发拉着我走 自从那天一拍两散后 听说 这位江家太子爷疯了似的 在赛道上开废了好几辆好车 所有人都在唏嘘 这对轻微竹马的婚约还做数吗 只有我知道 秦明宇那天看似选择了我 但是他后悔了 他会烦躁地摔烂东西 会无人无故对我黑脸 连手都不愿意碰我 我像个24校男友 默默承受着他的坏脾气 有人看不下去了 得了吧 陈树挺好的 从来不对你冷脸 百依百顺 不像江少爷那样 动不动就给你难堪 可秦明宇更生气了 这次 在我地上去一杯水时 直接打翻 他低眼看着收拾残局的我 只有一丝愧疚 陈树 我想冷静一下 我淡淡地说好 然后 拧人夺门而出 消失了一天 不久 就有江承越的对家顾的狗仔拍到 俩人在一个浪漫的海边接吻 从现场布置的情况看 是江承越以求婚的形式哄好了他 秦明宇发来分手的消息 我问他为什么 抱歉 我发现我还是忘不了他 我冷笑 傻子 你只是犯贱而已 可是他背着你养了很多女人啊 这样你都能接受 秦明宇扭扭捏捏地说道 他跟我解释了 因为太过于思念我 就跟当初我看上你一样 他的那些情人都有我的影子 他只是太爱我了 不 是你们有钱人太会玩了 当然 分手我演得十分不舍 非他不可的样子 最后 是秦夫人亲自会见我 他二话不说 扔过来一张支票 一百万 离我女儿远远的 我看也没看 阿姨 你这是做什么 秦明宇和他妈妈长得像 骨子里的那种傲慢 也是一模一样 我女儿只会跟江家的人结婚 跟你只不过是玩玩 刚开始时 我知道你们在一起后 没有出来阻挠我 是笃定他令的亲亲种 可是这次听说因为你 他和江承越闹掰了 我秦家的门槛 你是进不去的 像你这样 想要吃着软饭 飞黄腾达的男人 我见多了 你觉得我是在用钱 羞辱你也好 逼你也好 总之远离我女儿 我不赞同地摇着头 你错了阿姨 我觉得你不是在羞辱我 而是在羞辱你女儿 她没懂意思 一百万 你女儿也太便宜了吧 我比了个数五百万 我能让她对我彻彻底底死心 秦夫人咬牙切齿 你得寸进尺 你也不想要秦江两家的联姻 有什么岔子吧 秦家想依靠江家这棵大树 不是一天两天了 为什么在这段感情中 秦明渝是主动的那个 因为她要是想保持 现在这种地位 就得靠着江家的合作 秦夫人死死地盯着我数秒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等她给完支票后 秦明渝巧合地打来电话 她失落地说 陈述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真的会收下钱 我对你有些失望 我叹气道 秦明渝 你以为我真的会收下这个钱吗 我什么都没有 却还是想在你婚礼那天 给你一份特别的礼物 我会把这笔钱 以你的名义 向贫困山区捐赠 算是为你积德 就算了 我只是想在最后看一眼 以后都不会出现了 秦明渝挺好骗的 分分钟答应了 我转手给一个 没有备注的人打了电话 只说了一句话 给你一百万 给我把那个怀孕的女人弄回来 秦江两家婚礼现场 自然气派 是在江家的一栋别墅里举办的 我仔细瞧了瞧 嗯 待会儿放火就不心疼了 我被安排的位置 在一个特殊的角落 怎么个特殊法 就是离舞台不远 但是台上的人看不到我 秦明渝还特意交代我戴着帽子 她怕被江承越发现 不过也合我意 婚礼前半场的时候 两个新人脸上 都是无比幸福的笑容 我淡定的抿了口酒 很快 你们就笑不出来了 下半场时 保镖一时没防备 闯进来一个女人 她流着眼泪大喊 江承越 你忍心不要我和你儿子了吗 宾客议论纷纷 吃瓜心态看向女人 她是江承越情人之一 却没在那日那对照片中 因为被江承越藏起来了 秦明渝猛了 因为眼前这个闹事的女人 跟她长得完全不像 江承越让人将人戴下去 但是没忘记嘱咐 别伤她 也就是这句话 变相地说明 这个女人对她来说很重要 最后 好好的一场婚礼 闹得僵硬 新娘拒绝交换戒指 她摔着东西 将所有人赶走 要求那个女人必须留下 滚啊 都给我滚 整个别墅婚礼现场 只有他们三人 我趁着人群绕到后院 看到事先被准备好的汽油 望了望天 起风了 烧得更快 该收网了 起火了 快救火呀 因为被秦明语赶得远 等后院方向燃起 浓浓黑烟时 才被人看到 拖了汽油 火势被风吹着 烧得又快又大 宋雪从一个小门出来 勤拍着肚子 吓死我了 待会得加钱 我可是怀着孩子 跟你演戏呢 我笑着说一定 她是江承越的情人之一 虽然男人带她多几分真心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娶她 我将江承越 对身边人说的话 录音给她听后 她思考了好几天 才打算演完戏后 拿着我给的一百万 独自找个地方养孩子 男人真是贱 吃着碗里的 有秦家这样一个 后家底的亲家 还对我不放手 要我给她生儿育女 我把她脸抹得黑黑的 交代着 待会记得装晕 放心吧 我懂 我听到里面的呼救声 但是没第一时间进去 而是在估算时间 火稍微有半小时的样子 已经有很多人加入就火了 我冲进去 找到了已经昏迷不醒的秦明语 她头发都被烧没了 脸不用说 已经毁容了 背着她出来时 看到被一个柜子 砸到身上的江承越 她一时还算清醒 求我救她 我没理 我不吃 刚熬好的粥 就这样被打落地上 可是没人敢有怨言 大家都知道 那场婚礼上 江承越因为就一个怀孕的情人 成了废人 双腿已经站不起来 如今还陷入婚礼 而秦明语毁容了 脸上的疤痕 看一眼都让人恶心 秦明语一次都没有去看那位婚夫 冷嘲着 既然她把那个贱人 和那个贱人的孩子 看得那么重要 那就一辈子所死吧 反正也是费人一个 见我来了 你人立马换了个温柔的语气 二叔 你终于来看我了 我重新成了一碗 喂他 你现在需要养伤 别发脾气了 乖 秦明语委屈巴巴地靠在我怀里 我好怕 我做了个梦 梦到所有人都嘲笑我是丑八怪 他们都嫌弃我 我漫不经心地说 那不是还有我吗 他抬起眼 欢喜地说对 然后抱着我的脖子 我家陈述最好 要是没有你 我可能就死在那场火灾中了 因为就秦明语 我手臂被烧伤了 留下了一道疤痕 他脸上还缠着白纱布 肿得像个猪头 刚开始时 他谁都不让见 有人来都是用被子蒙着头 甚至还想用极端方式 结束自己生命 被我拦住了 然后 每天都会陪着他 安慰他 鼓励他 让他找回从前的自信 其实我很想嘲笑的 但是硬生生忍住了 火灾的事情还在调查 因为所有的监控都被黑了 导致迟迟找不到幕后黑手 当然 他们也怀疑是我做的 是秦明语挡在我前面 态度强硬 绝对不是他 陈迟冒着生命危险救我出来 不可能是他放的 他没看到 身后的我 慢慢露出若有所思的笑意 这天 我来给他讲睡前故事 但是没拿书 就打算量口数了 从前 有个千金大小姐 他的未婚夫是个富二代 俩人亲为竹马 但是未婚夫出国后 大小姐不甘寂寞 想要养一个男人 秦明语打断我 怎么感觉好像我的故事啊 我替他一好被子 当然不是 这个故事好像多了 他非常信任 乖乖闭嘴听我说 然后他看上了一个年轻男子 尽管那个男子 已经有未婚妻了 并且两人要结婚了 但是大小姐可不管 威胁他 要是不带在自己身边 就让他家破人亡 他也确实做了 逼走男子的未婚妻 设计让他事业毁一旦 让他彻彻底底沦为自己的玩物 然后 那大小姐的未婚夫回来了 大小姐故意引他吃醋 却不知 这也导致男子和他的全家都死了 听完最后三个字的时候 秦明渝颤抖了一下 他们怎么死的 我若无其事地垂下眼皮看他 语气凉凉 被丢进气温如同冰窖的地下室 死在了新年室的第一天 无人得知 无人收拾 秦明渝吓梦了 我咧嘴 笑着轻拍他的脸 好啦 今天除了来看看你 还来道别的 他慌了 紧紧握住我的手 你去哪 我皮削肉不削地倒 自然是去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 你忘记了吗 是你妈妈要求的 毕竟我都收钱了 不能不信手承诺呀 秦明渝抱住我 崩溃地哭 不要 我不许 陈树你不能离开我 我只有你了 他现在极其依赖我 所有的情绪都可以被我牵动 秦夫人再次找上我 不过这次女人眼神中带着疲倦 我女儿现在变成了如今的样子 和江家也闹翻了 已经没人敢娶她了 她现在很喜欢你 这样吧 我和她爸勉为其难地 承认你这个女婿 只要你对她好 我们就答应你们在一起 我笑而不语 比了个数 秦夫人皱眉 再次问什么意思 我乐了 秦明渝都这个样子了 你在自欺欺人什么 我笑了笑 这样说吧 就算是白送我 我都不要 懂吗 转身的时候 一身病号服的秦明渝就站在那里 他脸色无比苍白 愣愣地看着我说 阿树是不是给你五百万 你就能娶我 我还是走了 秦家奈何不了我 哥哥抓住了风口 事业蒸蒸日上 公司已经宣布上市了 他在电话里问我什么时候回来 公司的职位随便跳个 我说不及 还需要去个地方 江家内部其实比较复杂 人人多 缺什么都不可能缺两样东西 一个是钱 一个是儿子 所以已经沦为废人的江承越 自然而然成了弃子 他被打发到一个 鸟不拉屎的疗养院 我盯着病床上 还没有苏醒迹象的男人 拔开他的氧气罩 做了这么多恶事 活着也是浪费空气 还不如早点去死 然后 冷眼看着他在痛苦中挣扎 窒息 断气 氧气罩落在地上 这才是你该有的结局 出国后 我恢复了女儿身 续起了长发 江一威欣慰 还是这样的你看得舒服 不然 我都怕自己弯了 我边处理着公司的事 边笑道 这话不怕传到你家那里去 他小声嘀咕 他没有你说的那样可怕 嗯 也不知道是谁 因为喝醉亲了我一下 他家那位可是一个月 看我都是像是看死人 忙完后 我让助理定飞往荆州的机票 该去看看 女儿怎么样了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 江家被大换血 秦家还在苦苦支撑 我是作为公司副总身份来的 身为地产界的龙头 江家也得让位 秦明渝见到我的第一眼 正住了 他激动的上前 被保镖及时拦住 陈树 是你吗 我换了个坐姿 陈树是谁 我是周叔 周氏集团周总的妹妹 周副总 我哥哥也不叫陈树啊 秦小姐认错人了吧 他急得眼圈都红了 不 你就是陈树 你手臂上还有当初 就我石流下的伤疤 我摸了摸故意留着的疤痕 但小姐是 这是我从小就有的 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秦明渝精神恍惚了 他扯着自己的头发 眼神古怪的盯着我 听说 这位金圈小公主 自从我离开后 精神就不太正常了 晚上 他也不肯走 非要跟我问得明白 我让其他人都出去 闲散地摊开手 你要为什么 他直勾勾地看着我 你是陈树对吧 我不会认错的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他攥着拳头 一年了 我很想找到你 跟你说我已经凑过五百万了 你可以娶我了吗 我笑得轻飘飘 如同在看一个在发疯的女人 秦小姐 看清楚 我是个女人 他耿住 抿了抿唇 眼神是不甘心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他快哭了 为什么要骗我 我是真的喜欢你 可你装成男人气骗了我 或许有个词可以解释 叫报应 他就蹲在那里哭 哭得凄惨 我不耐烦地堵着耳朵 哭够了吗 可以滚了 陈树 他起身 跪在我脚边 哀求着 我不怪你了 我不介意的 你是女人我也喜欢 我不想离开你 虽然秦家花了大价钱 给他修复脸 但还是可以看见痕迹 皮肤表面坑坑娃娃的 我嫌恶心 多余的一眼都不带看 但我就是冲着他这句话来的 勾起他的下巴 用着看狗一般的施舍眼神 好啊 先把你情价送给我吧 我再考虑考虑 他忙不迭地点头 欣喜若狂说好 没多久 我又看上了江家的一个项目 让他去拿来 秦明渝千方百计 使劲浑身解数 送到了我手上 所有人都说他疯了 疯得没有理智 为了一个女人 要死要活的 非要卑微地跪着当狗 这就是报应啊 这是一场由我精心布置的高端局